HELLO 各位觀眾 大家好 現在我來到粉嶺站 今天打算經到鄉原圍口岸過深圳 剛才我們在A出口 然後有條樓梯走出來 見到巴士站 坐這部B7 B7的巴士就可以去鄉原圍口岸 我們身處在粉嶺站 這裡 鄉原圍口岸 過了關在深圳的聯絡口岸 10分鐘 還要走 還要走 記住 A出口 粉嶺站 A出口 很近的 可以問一問人都知道 前面 前面 那邊 那邊 看到嗎 離遠 都有幾十個排隊 快一點 快一點 走過去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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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到了 排隊 現在幾錢 先看一下 16分鐘可以到 看看幾錢 給錢 支付寶 銀斂 都可以 再看一下 16分鐘 剩達 B7 9 9.3 這裏 車來了 看有沒有位置坐 應該上到的 看有沒有位置坐 前面 也有幾多人 3 40人都有 不過上到應該有位置坐 很多人坐 好 十幾分鐘的車程 剛才我們在 品嶺過來 都很快 沿路的溝通都很順順 沒什麼人 看看公共的交會處 其實很多部車都可以來到這裏 如果大埔那邊 另外一部 就 B8 都一樣可以來到 這裏還有一個停車場 不過要網上雨才可以拍的 不可以直接駕泥 等一下就進去 好 接著是指示 咦 先做了一個黑馬 幫我們做了 接著是人們走 這邊就過關了 離境 那邊 都很大 口岸 過關了 這邊就是香港的關口 這邊就是深圳 剛剛過了香港關口 這邊就是深圳 非常暢順 這個關口 非常暢順 非常暢順 這個關口 剛才我們搭車來 起粉嶺 一直過來十人分開車程 整條路都很暢順 準備過深圳的關口 連堂口岸 大家要準備一個黑馬 這裏要滴黑馬 終於入境 我們現在要坐地鐵 不過坐地鐵之前 我們要在附近走走 先看看 好 上來了 看看指示 不要走錯 不要走回這邊 不要走錯路 因為上面有個指示 寫回香港的 可以去回 深圳羅沙路 走回這裏 很小 不是很大 應該外面有商業街 看看是甚麼 那裏是羅沙路 出來見到指示 連堂口岸 看看這裏的環境 不過今天我們 一起床 說來就來 所以沒有準備 都不知道連堂口岸 外面有甚麼設施 有沒有商場 一面走一面看 我們主要的目的地 其實去 去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 那個叫甚麼 沙路角那邊 叫鹽田那邊 外面的停車場 有些車 剛才看到有些車 可以去維州 中國銀行多少人排隊 應該過來 開銀行卡 因為現在很多 中央支付 都要綁定銀行卡 在這裏方面 中國銀行在這裏 有些中國銀行 很多人排隊 星期日都辦公 另外這邊 五支聯通 開電話卡 又可以 另外一邊 中國移動 還有外幣脫換 中央貨幣脫換 都有 然後這裏吃東西 有些甚麼買 這是甚麼來的 麻辣 對 然後這裏 有一間店 買雞的 這裏 買一隻雞 回香港都可以 站當雞 其實它 回香港 和在香港過來 我都是同一個出口 這裏 扮你電話卡 今天 星期日都辦公 多樂力 那些 員工 應該很多 香港人都過來這邊 拿一張大陸電話卡 因為很多支付 都要你 大陸的電話卡 銀行卡 好了 走走這個商場 前面 這裏 店舖還未開 然後這邊 有個順風站 順風速運 這間 黃記餅家 如果過年堂考案 肚子 這裏有一間 湯粉的店鋪 這裏是不是潮傘風味 潮州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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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吃湯河的 都可以買 買回香港都可以 好 好 好 這間湯包 湯包 多多人吃 有什麼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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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典心來的 有 九指 喔 雲吞九指 看看這裏 這間有什麼 三瓶湯包 三瓶湯包 嘩 先看看 有東西喝的 又是即做即煎 那裏 正在蒸包 還有雲吞吃的 好像雲吞來的 見到有點流水 立刻肚餓 對呀 真的有雲吞 不過沒有什麼座位坐 應該要很多外賣 最初沒有座位坐 要不然就剩下我 不過它的 叫做什麼 原廠坐的地方 真的少 只有這裏坐 好 經過這裏商業街 出來 很多 內地的朋友 準備過香港旅遊 好 走完這個口岸 這個商場 我們要坐地鐵 口岸走出來大約 一分鐘 這個連塘口岸站 現在都是地鐵站 我們現在坐車最簡單 支付寶 開放深圳地鐵的乘車碼 用喬曲所掃 接著就入閘了 不用買票 簡單方便 不過入閘之前 都做了安檢